各位伊甸人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07年5月29號 星期二 那眼前這顆酪梨之前已經有介紹過 那經有幾位網友的指證 證實呢酪梨也可以單株結果 那像這顆酪梨 那上次結了很多小果 那後來經有生理落果之後 現在樹上留了8顆果實 而且已經應該確定可以順利留到採收 目前的大小已經幾乎有8公分長 那酪梨可以單株結果 但結果率會不會比有A型花B型花相互授粉的狀況來很好 我們還不知道 那相信很多專家對這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 那如果您知道的話也希望你能夠不吝指教 目前這8顆果實都長得很漂亮 而且已經很大顆了 這是一顆經由我們駕接的酪梨 而且駕接地質非常短的時間 駕接的酪梨 駕接的酪梨的高度 還差不多只有110公分高 好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喜歡我的視頻歡迎訂閱分享並按讚 謝謝拜拜